夜空的秘密 小男孩汤米是一个对星星充满好奇的孩子 每天晚上,他总是凝视着窗外灿烂的星空 沉浸在无尽的宇宙之美中 他听说,星星背后蕴藏着许多神秘的故事 于是他决定要去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 除了汤米,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名叫乔乔 乔乔是一只活泼聪明的狗 总是陪伴着汤米一起欣赏夜空中的星星 每当汤米凝视星空时 乔乔总会跳跃柱围绕在他身边 似乎也想要理解星星的秘密 汤米开始了关于星星的学习之旅 他阅读各种天文学的书籍 向老师请教问题 还到天文台观察星星 而乔乔也成为了他忠实的伙伴 陪着他一起学习和探索 一天,汤米和乔乔遇到了一位年长的天文学家 这位学者热情地帮助汤米 分享他的丰富经验和见解 汤米从这位学者口中得知 每颗星星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它们不仅仅是闪烁的光点 背后还隐藏着无限的故事 有些星星可能已经消失 但它们的光芒仍在穿越宇宙 传递住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汤米和乔乔变得越来越深入地 研究星星和宇宙的奥秘 它们和那位学者一起进行观测 共同探索宇宙的未知领域 汤米明白了 每颗星星都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它们记录着无数生命的点滴 庞浮在述说着宇宙的奇迹 而汤米和乔乔也逐渐明白了 自己在这个广袤宇宙中的渺小与伟大 通过观察星空 汤米和乔乔不仅学到了关于宇宙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谦逊和敬畏 它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仰望星空 我们就能在无限的宇宙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和意义 汤米和乔乔的故事 也成为了孩子们心中的传奇 鼓励着更多人热爱并探索宇宙的奥秘 它们的友谊因助对星空的共同热爱 而更加牢不可破